各位政府官员,大家早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张部长 请张部长 姚恩早 张部长早 我们这个公务人员基准法 就是依照上一次您跟本席来所谈的 我们觉得说公务人员基准法的确是有它制定的一个必要 因为的确就制定在一个训证时期的一个公务人员服务法 那到今天我想整个一个就是说时代的背景 那以及呢整个一个公务人员的一个人事的法令规章 我想是应该要重新全面的一个检讨 那在这样一个就是说利益这么美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呢我看我们的这公务人员基准法 因为通常一个法的一个制定 最重要的就是要标示出它的一个立法的精神到底在哪里 那我不知道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务人员基准法 只是要去把现行所有的这些跟公务人员服务的这些有关的法令 只是把它做一个就是大风吹把它全部的一个整并呢 还是说依照您的在这个说帖的这个前言里面提到说 因为整个一个啊就说时代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是要张扬宪法的精神统设全盘的人事法规 贯彻攻击主义建构绩效为导向的人事制度 顺应世界潮流建立现代化的人事制度 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达成国家永续发展的目标 但是您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在您的第一条里面看不到 我们在第一条里面只看到的是 只是要确立公务人员人事法治的基准 规范它的权利义务跟管理的基本原则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就从这样的一个草案的第一条 它应该要标榜的它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精神 我们好像看不出来 好像只是要去把现在的所有的人事规章去把它统整而已 而不是具有一个时代性一个前瞻性 那以及呢就是说在以前的公务人员 以前是一种特别权利关系 现在是一种工法上的一个职务关系 已经完全不一样 那以及的就是以前公务员是一个铁饭丸 再以后公务员他其实是要讲求的是绩效 然后他也也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就是铁饭丸 我想这些的一个时代的精神不一样的东西 在第一条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出来 部长 实际上这个整个修法的目的 它的宗旨在总说明里面我们有 但是法通过之后宗旨 那个说这个说帖是不见的 那么我想如果假说刘文认为就是我们第一条 它的有关说明还不是不够明确化 我们可以再次地域补充 这点我们原创我们会会 我想问题不在于说第一条它的不够明确化 而是在于说整个内容 整部法的精神到底有没有呈现出来 因为就像说前面几位委员在提的 就既然这一部法它跟以前训证时期的法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的 啊就是说公务人员制度的一个混乱甚至呢就是说有些其实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要去改的东西在这部法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好像只看到它的统合它的重新的整理规定而看不到它的哪些应该删哪些应该立这些好像看不出来它的前三性 有一位我跟您报告一下 基本上啊就是这个法通过以后 以后现行的公务员公务员服务法28年定的公务员服务法就已经要废止掉 那各位看28年以前定的公务员服务法 总共条文只有25条 跟现在的时空背景完全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再检讨 是但是我想我想你这部法您听我讲 就是你这部法所要规范的不是只有公务员服务法 你还包括考基包括等等奉级退休等等 对不对 所以呢还包括公务员的义务这里面也提到 然后甚至你们把这个所谓的科技的学习 就是说这些的怎么样 就是记转的东西的 人才延览 对人才延览等等都放在里面 所以事实上你这一部其实是一个包山包海 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部就像刚刚科委所讲的 这是一个母法 那这里我想要请教的 就是说好这个到底是基本法还是基准法 基准法 那请问基本法跟基准法的差别在哪里 基本法是要把所有的什么人事法规全部要容纳进去 对不对 现在实际上基准法我们只是一个统设性的法规 把其他一关共同性的事项 以及必须要共同要遵守的规范 在我们基准法里面明定 实际上我跟游文和各位文报告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五章七十一条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 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有创意的 比如我们定义公论员 以前大家都认为就公论员和公论员 大家一直混淆不清 我们这次把公论员做个明确的一个定义 然后行政总体法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基准法 而不是一个基本法 因为基本法其实它在标榜的 其实是说它整个一个价值理念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价值理念 下面所有的公务人员将来的官制官规等等 所以是怎么样去规范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比较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地位 那如果说好 你今天说它不是一个基本法 而是一个基准法 那我们来看看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里面呢 它会非常清楚的 把所有的这些将来整个一个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 它的应该怎么样做 它的一个大架构整个都会非常清楚的规定在这里 但是我们在这个基准法 我们的公务人员基准法里面 似乎呢只是在那里 就是说整合现行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好 今天公务人员之所以混乱 在各个法规里面都有它的公务人员 包括好我们就说 不是没有取得公务员资格的 它也在准用公务人员 这个包括交通部的这个所谓的派用人 派用人员任用条例 它根本没有经过公务员的考试 没有公务员资格 在这个部分 现在政府组织在照里面 是要把派用人员 是要把它停止掉的 结果竟然我们在这个法规里面 还在派用人员 及交通事业人员准用本法的规定 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整个 整体的就是说 我将来这样一个基准法 我的整个一个官制官柜是怎么样建立 所以这些东西现在不合一的怎么样去改 怎么样定出它的弱日条款 怎么样这些东西 它应该将来怎么样去处理 在这里面看不到 你只是把又把它准用过来 所以现在目前公务人员制度的一个混乱 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它的整个一个统整 整个所谓的弱日条款 那我们会看到说在中央行政 中央这个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呢 它会在里面规定说 好行政院在这本法公布之后呢 要检讨调整行政院组织法 及行政院功能业务业务与组织调整 暂行条例含送立法院审议 所以你会看到 而且它会规定说 其他各个机关的组织法律 或其他相关法律 与本法规定不符者 有行政院的限期修正 然后呢要还要由行政院组织法 修正公布后一年内暴力法院审议 所以你会看到说 一个真正的基准法 它必须要把这整个一个所谓的 这个整个一个架构定出来 而且把它的规章原理原则定出来之后 要求现行的所有的规定 必须要去配合这样的一个基准法去修改 而且限期它在什么时候修改 通过之后送暴院来审议 但是我们在这部基准法里面 我们看不到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 是把现行的这些东西大风吹 把它重新的归并整并出来 我想这个令我们非常遗憾 觉得说它真的缺乏前瞻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好在目前实务上 那对人民所诟病的 就是所谓公务员护短的情况 那这些公务员护短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有违法失职的 这些惩处的一个制度呢 我们说好在这个9599年曾经发生 国道三号走山事件 那时候造成四个人死亡 当时社会非常震惊 所以对于这样的严重的事故呢 一开始交通部经过六个月的调查 只对六个人做出惩处 而且他的惩处只有申戒跟忌过 那忌过呢 是只有一个人忌过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呢 让大家社会非常的不满 后来经过监察院的纠正呢 所以在纠正报告里面写了什么 却有人为疏失 而且就说交通部的调查报告里面说 没有明显人为疏失 后来经过监察院的纠正案里面 确保说这是很大的疏失 这是非常严重的疏失 重大人士疏失来形容 所以才让交通部呢 再开考纪会 把这被惩处的阶级呢 把他提高到高速公路局长来据一小过处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说 这个被养这个争一时的 这个台北的花博的 这个高额的采购弊案 那到现在为止呢 也只有一个科长被寄过 所以对于这些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互短的情况 对于这些的公务员 他的违法失职 然后上级的互短 我不晓得在这一部新的法里面 是不是有所任何的去提出 改善的方式 请问自在哪一条 上级互短的 是第几条的那个 因为在这里面 你根本看不出说 整个一个基准法 对于这种的 依循的方向 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今天讲说 好 我今天建立这样的一个 公务员的基准法 是在建立共同的标准 在统设法令 那请问 你对于这些的东西 到底做了什么 对于有关这个部分是 应该是在我们现在条文里面的58条到61条 我们都有他的保奖 他们都有很多明确的规范 尤其是61条 如果有违法失职 应依法 接受陈处 以及依考核法令 区域陈处 实际上这法令 里面有规定 第二纲 你这个就是 能乃是 目前的考基法的规定 所以就是说 目前的考基法 当然有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的互短的情况 你在这个法里面 并不看 不会看出来说 它的一个前瞻性 对于这些的东西 到底怎么去处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这会后 你们再给我们报告好了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要去提的就是 你们在这里面 所谓的技术人员 记转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呢 我们看到说 你们在第32条说 功率学术研究 或是机构研究的人员 他提供呢 研究发展的成果呢 然后呢 这个跟民影事业的 他经企服务机关许可后 他就可以去兼任那个职务 请问 在一个功率学术研究单位 或是一个这个 所谓的功率的科技研究单位的 这些的 他迎接研究出来的成果 请问这个研究的成果 只有那一个人 他的个人的成果吗 还是整个国家投入资源 整个一个研究室 或是整个学校 所有的人 有的行政的工作 有的是做什么工作 所有出来的 共同努力的成果 结果今天努力的成果 会变成 只有那个研究人员 他可以去享受到 民影机构呢 去担任这个 所谓的董监事 然后甚至呢 他还可以拿有 马有股权 而且这个股权呢 还不限10% 我想这简直是呢 怎么样 把国家把人民的 明知明高 开了一个大的门 然后呢 我只要到公立机关 去任职 去做研究工作 我就可以利益 输送到民间团体去 将来呢 我退休 我退了之后 我可以 还可以到那一边 去当这个 他们的董监事 还可以 这个所有的 我们看今天 在不管是经济部 农委会 还有国科会等等 所有的这些的 这个回馈的机制 或是他去那边的 任职的这个规定 都有10%的限制 你竟然要把 34条的第7款呢 还不要适用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这整个一个 计转 这个计转的 这个从32条之后的 这个规定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把人民的 明知明高 透过这样一个 研究的东西 就这样子 从后门呢 就把它输送出去 游文 就我们定这法的本意 绝对不是说 像游文所称的 就是为了 就是说 松绑 然后徒弟这些人 我知道你们的目的呢 是为了说 让你们研究成果 如果假如说 这个法条 我们定的并不够 非常周延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 我们大家 这个法是好的 我们肯定 这个法的制定 最主要是根据 当时立凡通过的 生物新药 没有错 因为就是说 怎么样 让政府 努力的成果 能够让它 跟产业结合 这个法是绝对 要定的 但是不是这样 一个定法 所以是不是 我们可以请求 对于这个部分 再开公订会 因为我看你们的座谈会里面 关于这部分讨论太少 因为说实在的 这个真的不是考试院的人员所了解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跨部会 而且甚至包括研究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一起来开公订会 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把那个门槛到底应该怎么定 既不会把这个政府的努力的成果 要去变成产业化 把他掐死了 但是呢 又不会变成形成少数特权的人 然后一个利益的大诉讼 是不是可以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謝謝